郭赫年一个马来西亚首富 却获得2012年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总生成就奖 甚至连续12次成为马来西亚的首富 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 也大概只有他可以和李嘉诚相比并论的吧 那既然是马来西亚人 可他为何又选择常居香港不回家呢? 已经高龄97岁的郭赫年 对于他打下了江山伟业 又会有什么样的打算? 谁会继承这个千一帝国呢? 1923年出生的郭赫年 如今仍然健步如飞 出生于马来西亚新三的他呢 当年是以金银白糖业起家的 也有亚洲糖王之称 糖的产料 占据整个世界的20% 另外马来西亚的45%的面粉 也是他生产的 那拼搏多年啊 他被福布斯列为马来西亚的首富 旗下资产最大的部分呢 在香港 包括大量的香港豪宅 商场还有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等等等等 那么为何国赫年既还是马来西亚人 却还是长期居住在香港呢? 同时国赫年也是非常积极的开阔中国大陆的市场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啊 他可曾砸过巨子来透支中国的国贸 现在的国赫年可以说是北京最大的包租公 因为整个北京国贸商卷110万平方都是他的 而且他的原则就是我只租不售 除了中国北京的国贸啊 著名的金融油食用油呢 还有整个马来西亚45%的航运行业都是他的 那他的一生呢 可谓是十分喘奇的 即使身价过百亿 却还是仍然十分低调谦虚的人 他是一个以自己为华人为傲的富豪 也经常说做生意就是要讲诚信 那么问题就回到一个马来西亚人 为何会跑到香港定居呢 其实国赫年在他的自传里面呢 是有提到过他选择常去香港呢 是因为在70年代啊 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的税收过高 所以他就决定把旗下的生意都移往香港 他当时候呢 在建立现金储备方面呢 由于税收很高啊 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所以比起马兴这两国 那时候辉煌了香港呢 反而是一个可以让公司还有业务充分发挥的一个大地方 一开始呢 他是选择每个月在香港度过一个星期 可是慢慢的就变成两个星期 再直到1979年啊 他就干脆正式移去香港了 他当时还以1000万港币 创立了加利控股有限公司 多年以后呢 他香港的集团业务啊 已经成为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以外 规模最大的一个了 那加利控股有限公司在创立之后呢 就专注于印尼供应堂还有大米 而他在香港的第一笔重大投资呢 是在1977年 当年的他呢 在九龙购置了一块土地 并且兴建了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 在40多年以后的今天啊 香格里拉已经成为酒店业的品牌标志 那么尽管常年在香港生活 郭河年却仍然坚决不放弃马来西亚的国籍 而他的孩子们啊 虽然还是一样拿着香港的居留证 可是都保留大马国籍哦 而他的侄子郭孔峰呢 则是获得了中国的永久居留证 在中国管理加利集团 虽然郭河年啊 他人总是在香港 可是他总是非常关心马来西亚的事情的 有几次的访问当中啊 就提到过他对马来西亚的发展 非常有信心 现在我们来看看郭河年的霸业时间线吧 当年70年代啊 郭河年在行业市场站稳脚跟之后呢 他就看到了另一个行业的黄金机会 坚决啊 就像其他的领域进军了 并且借助经济发展的良机 还有人脉的关系呢 郭河年先后创办了面粉厂 石油公司 饲料加工厂 采石厂 还有玻璃厂 等等的多个企业 后来他在香港成立了万通贸易公司 将食堂销往中国还有东南亚市场 70年代时 他就投入了一亿马币 在新加坡创建了首家豪华酒店 取名为香格里拉 也就是世外讨厌的意思 想不到啊 这一家定位于高级酒店的香格里拉 又是一战成名 过后 郭河年便在世界各地全面进军酒店业务 也因为这样有了酒店大王的称号 在1974年 郭氏兄弟旗下的加里集团呢 在中国成立了加里粮油 中国有钱公司 以殖民石油品牌金融鱼 成功打开了中国的市场 而这个金融鱼品牌 更是在2020年上市了 这个石油品牌啊 实际上呢 是国后年还有他的直指郭孔峰共同指掌的 那以马来西亚企业身份 在中国市场打滚多年之后呢 最后啊 为了本土化 就把公司注册成了中国公司上市 所以成章的就成为了中国的品牌 另外 加里集团也设置5亿美元 在北京兴建国贸中心 成为当时候外资在中国内地投资 最大的项目 现在的国贺年啊 就已经成为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北京包足宫的称号 而且最牛的 它还是 Cocacola 汽水品牌 在中国市场的专利权拥有者 那除了亚洲堂王 还有酒店大王之外呢 其实国贺年实际上也还曾获封过 传媒大亨这个称号的 因为在1988年啊 国市集团就以20亿港元 收购了香港 建市有限公司的股权 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哦 之后呢 它更是收购了香港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刊 南华早报 我想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富豪 能够像国贺年有这么多的称号了吧 有的话记得留言告诉我哦 话说回来 当年啊 在国贺年生意风生水起的时候 却受到了当时候的马来西亚政府穷追猛打 增收非常非常高的税款 这迫使他的压力之下呢 愤然出走了 将生意转到香港嘛 然后他更是把旗下玻璃式种植集团 宣布以12亿多的价格脱售马来亚糖厂的股权 给联邦全球创投控股 后来他通过丰益国际集团投资巨额 来收购了澳洲世界最大的糖厂 再以100亿美金 在印尼亚加达发展世界最大的甘蔗种植计划 还有发展他最擅长的炼糖工厂 可以说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糖王了 而他一开始建立的香格里拉酒店 在1971年开业以来啊 也先后在泰国 汉城 菲基 菲律宾等等20多个国家建设的酒店 至今哦 总共有百多家的香格里拉酒店 普遍全世界 而更有趣的是呢 他即使会飞来飞去住自己的酒店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住总统式的套房 反而是住着普通的套房 所以人人都说啊 他是个非常随和非常低调的人 故事说到这里 通常啊像国家这些大家族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就是继承人的问题 对吧 那实际上呢 其实国贺年呢 还有两位太太 大个侄女 外界呢都认为说 最有可能会继承国贺年产业的共有四个人 分别是 郭孔臣 郭孔雁 郭孔华 还有他的职儿 郭孔锋 而很多人都说啊 直指郭孔锋 这个一海家里集团的董事长 看起来更像是国家下一代最有才干的人了 说到国家长职 郭孔臣今年已经73岁了 当时候呢 在墨尔本大学毕业之后 就被国贺年亲子带在身边历念 年纪轻轻的郭孔臣啊 就已经开始可以阻挡一面了 也帮助父亲打理香港的家里集团 那一开始很多人会知道郭孔臣是因为他曾与邓丽君有一段情缘 80年代的时候啊 邓丽君可以说是大明星 那私底下两人订婚了之后呢 是因为当年对一人疲有意见的郭鹤年母亲提出了要邓丽君离开长个事业 这让邓丽君没有办法接受啊 所以最后呢 这两个相爱的人没有办法走到最后了 然而后来呢 郭孔臣娶了一个日本女子 其实外界一直都认为啊 郭鹤年对于郭孔臣长期呢都是寄予厚望的 因为他曾在郭氏家族旗下的9家公司任职过 对于郭孔臣呢 是否继承人啊 其实郭鹤年一直以来都没有给外界一个答案 所以呢有足多的猜测 或许郭孔臣在生意上一直都是中卫中取 所以没有特别的出色 那所以啊 他的职额郭孔臣反而就引起了外界更多的注意了 因为他是一个极有商业头脑的人 就连郭鹤年啊 也是一再的夸赞这个职额呢 是非常会做生意的 更是在家族会议上啊 提到过职额郭孔臣是更好的接班人 不仅如此 其实郭鹤年呢 还对他的直指是寄予重任的 因为郭孔臣啊 在内地设厂拥有9家企业 其中就包括金龙与粮油 要知道在郭鹤年的产业当中啊 粮油市场是王牌产业之业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郭鹤年是有多看重他的直指了 虽然说郭鹤年 暂时还没有去明确的宣布 他的继承人是谁了 但是在业界的人士看来 现在的郭鹤年 很有可能会倾向于 让他的直指郭孔宫来接班的 那除了儿子之外 你是否会好奇郭鹤年的女儿去哪里了 那就和大家分享比较不熟悉的郭彦光 她是郭鹤年还有二太太生下的小女儿 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她呢 在回去香港之后 并没有像她的哥哥姐姐那样去帮忙家族的生意 反而是自己当起了企业家创业了 还开了一家二手名牌网售公司 刚创业的时候呢 她都是有亲力行为的 甚至呢 自己付租金 从父亲手里的店啊 租来当办公室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网店转成实体店 现在的她呢 对自己的事业可以说有很多的目标啦 希望把二手店呢 能够把业务扩展到全亚洲 只能说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有生意头脑吧 那好吧 这一集呢 就主要是解答了这些网友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郭鹤年选择移居海外 而她的家族又到底 还是不是马来西亚人的这个问题 即使她不在马来西亚 但她还是非常注重国家的栋梁培育的 因为她的郭市基金奖学金呢 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也不知道我们的观众里面 有没有这个奖学金的受惠者呢 如果有的话就在前面告诉我吧 那话说回来啊 关于郭鹤年在马来西亚被前朝政府恶意收购 还有面包子占呢 我其实曾经专门透过一支视频来解析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要去看我的下一次影片 OK 会上来 我们下期待 gest